哈喽,大家好我是每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优化之后的貂蝉是什么样的效果 哎,貂蝉在哪里 现在只有这两款皮肤可以演示 我们先从它的原皮开始,开始特效演示看一下效果 因为它的整体造型好像都是重新设计的,对吧,我们去看一下 打猪八戒吧,雕场打猪八戒 这次更新那种实在是太多了,咱们就不能全部更新的话 对吧,那肯定要做的时间相当长,我们暂停一下吧 好,我们进来了,地图也变了,对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是变的,画质真的很细致啊 看一下 这技能好像特效没什么变化,对吧 哎哟,我怎么就点的降低了 我们等一下哦 高增率开启了,多县城开启了 这技能还帮我给降低了 看起来,这就是新的特效啊,这新的特效花磅,变成花磅,感觉很漂亮啊 哎呀,他给打死了啊 这个是大招 大招的特效,哇,这个大招挺漂亮的啊 像花磅开一下,小白龙 好,那我们先演示到这里,我们再换一个 我刚才已经把我变成最低了,我刚才把这个画的粒子调了,调的高了 这个超高清的,不让人玩 还有这个叫什么 分辨率,我用模拟器啊,模拟器他也不让我搞 这什么鬼吗 可能我把模拟器的分辨率调成一 127,128乘以720的,可能他就没给我调 我们继续放貂蚕 对啊,这个人机还有 我们等一下一个个来一点,我们先看人机的 貂蚕的皮肤 然后感觉好像这个圣诞练歌的貂蚕变高了啊 都加上了安全裤啊 管他谁了 我们再暂停一下吧,要不要加载了半天 好,我们进来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叮叮叹的啊,就是圣诞练歌的特效 其实还是不错啊 每次都说我的画质 超标不挑低,对吧 然后这走到这里,波纹是不是特别好看啊 哇,一个圣诞练歌的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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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是雪花,雪花的特效非常不错啊 这个特效确实很不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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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再换一下,换成那个 叫什么 中夏夜之梦 诶,这里怎么没有水啊 看来是只能那个超清的 超清的画质这里可能才有水啊 要不然 他那个推广片 那个什么 预告片里面这里是有水 还有青蛙跑出来 但是现在没有 苗边也开了 这个苗边开起来感觉怪怪的 我们换吧 我们现在换成这个 中夏夜之梦 感觉他的鞦韆蛋的好像会大一点啊 这个 这个他这个动作没办法优 那个优化是吧 我们就原原原色的啊 每次都让猪八戒占便宜了 我们再占品一下 好,我们也进来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中夏夜特效啊 这个地图确实看得非常顺眼 啊,又变成了是吧 就是早期的那个中间感觉 感觉中夏夜之梦变得不行啊 还不如叮叮叹好看啊 这个 因为好像他只优化了全面几个 像这个他可能就没有优化 然后特效 那个针感觉很不自然啊 就是那样子飘过去的感觉啊 这感觉1688白买了 还不如人家的8888 应该是7888的皮壶的效果 还不如圆皮好看啊 只能这么说 目前只能演示这个三个貂蝉 这种特效啊 因为其他的没有了啊 没有其他皮壶 体验壶就这里了 哇,这个走路水花的效果非常不错 然后我们看一下 野怪 老提示我 高中逆不稳定 不,我就是模拟器啊 这个野怪变得还是挺漂亮的啊 不是漂亮 怎么说呢 还可以吧 暴君有没有变化啊 暴君变了 变成这个像个老头一样的 感觉暴君变老了 头上变得一个白发绊绊的东西 好像从最蓝色的看过去比较 只是看过去比较年轻的啊 这个看过去有点老老老的 动作都差不多啊 你看看看看看 长得这这样老啊 这就是暴君 你看是不是老了 这暴君绝对老了 好,那我们就演示到这里 哎,他说这里有个十轮花是吧 这有个鸟蛋 这是鸟窝啊 这个草虫这里变掉了啊 哎,看这边 我们走草虫的话 草虫会有那种 飘飘飘的感觉啊 这就是做的比较真实啊 真实 这个这个地图是非常非常不错 我这开了高清画质的啊 如果没有开不到 会不会也是这样啊 这个这个动作做的真真不错啊 那这里的草虫移到这里来了 感觉走 感觉蹲草虫的感觉非常爽啊 在看到那个草虫摇摆的感觉 啊 好,那我们就演示到这里吧 先演到这里 东西比较多 一个一段一段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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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